哈喽大家晚安 好不好意思 我刚刚呢遇到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我发现我家的电扇一直在转 我今天呢不是用手机直播 因为我今天是用电脑来直播 因为我刚刚的手机不知道为什么 无论如何它都没有办法转成正向 所以我只能够今天先用我的电脑来直播 那我觉得电脑直播好像就是我的方位 好像还没有第一次直播不知道怎么调 可以像我的字卡跟我的人都是清楚的 所以等一下子我在调整的过程中 可能有一点点闪光 就是希望可以调到大家看到字卡也是清楚的 好那我来试试看什么样的是好一点的 好那谢谢大家呢刚刚等待了一下子 因为在刚刚我们有一些同学会私讯我们说 诶怎么直播看不到 那其实是真的我的 有同学如果登进来看 就会发现我一直登进去又出来 所以原因是因为我的刚刚的画面是狠的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开始直播的原因是这样 好那现在这个字卡有一定点反光 对不对 好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等一下的文字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 我们等一下主要的都是图片 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也是跟装潢有关系的 好那首先呢等同学陆续进来的时候 我看到有Karisa 我看到韵威 我看到影影 哈喽好大晚安 好那我前面呢先跟大家聊天一下 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呢有办了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想要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你想要买房子的原因 那我们的小编呢很认真的整理了一个买房子的懒人包 也就是怎么样徐序渐进的帮自己规划买房子这件事 那我们就想说请大家来留言一下自己买房 想要买房的原因 然后我们总结了一下 我发现大部分会想要 大部分留言的朋友 其实主要的原因大家可以归纳成 就是想要让自己 会想让家人或小孩 甚至是自己的宠物 可以有一个更好更舒适的环境 好所以我在等同学陆续进来的同时呢 我也来看看有几个比较特别的 好像例如说Erika 但是留言说我想要买房 因为想要让小孩可以入学籍 那也有一些同学是 我想要买房 想要有自己的家庭 然后想要有自己的一个窝 那有一个很可爱的是说 有一个叫做Chedra的网友 有一个同学他说 我想要买房跟猫住 所以他想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因为很多房东是没有办法接受 房客养宠物的 所以他会想要有一个窝 可以跟他的猫咪一起住 那也有一些人呢 是想要缩短通勤的时间 然后想要更好的环境 那还有网友说 他想要好好的布置他的空间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上一堂课在讲 自助买房 自助装修不后悔的几个设计 我们发现非常多同学很喜欢这个主题 所以这也是大家很喜欢很关注的一个话题 就关于布置 关于空间的装修 然后怎么样让自己的空间最优化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也是我们非常精心准备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 现代房子呢 还是处于相对贵的一个地步嘛 所以很多人可能能够负担的品数 可能不见得很大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 我们在有限的预算内 我们还是希望他地点可能 是接近我们想要的 不管是机能也好 或者是你的通勤啊 你的生活圈啊 或者是你想要离家很近一点 好然后你想要住在好一点的地段 可是好了一点的地段 其实就代表他的房价相对高 好所以其实我相信 尤其是手购主来说 可能一开始我们可以负担的 品数不见得太大 但我们又希望我们可以住得很舒服 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呢 就是亲爱的 我把品数变大了 这个品数变大了 不是指实际上的数值变大了 而是我们透过装修的一些技巧 让我们的空间有放大的效果 放大的效果 好那我在这里呢 我先稍微操播一下 就是我们上一次讲 自助装修不后悔的几个设计的时候 我后来发现啊 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讲说 他下次看我直播要准备爆米花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我上一次直播讲了多久 我后来才发现我讲了快一个小时 实在是太长了 所以我要控制一下时间 所以我今天呢 除了准备字卡之外 我还准备了闹钟 所以我今天呢 虽然我们晚一点开始 但是我希望我今天时间可以控制一下 希望在半小时左右 可以跟大家分享完这个完整的分享完这个主题 你看这个直播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看到最后 然后呢 我有一个小礼物想要送给看直播的你 好 那我看到同学陆续都进来了 对不对 那同学跟我打个招呼 现在这个音量是可以的吗 好 现在这个音量是可以的吗 好 如果是可以的呢 可以帮我按一个OK吗 好 那我知道说现在的音量是可以的 好 好 上次有同学跟我分享说 怎么样把耳机固定在下巴 但是我觉得实在太有喜感了 我怕我自己看到我自己的画面会笑出来 好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音量是OK的 帮我打个OK 好 让我知道这个音量是可以的 好 那如果你在我们分享的过程中 你想要分享你的经验 欢迎你留言 好 那也帮我按个赞 好 好 OK 那 我讲一下 我们今天的 所有的装修呢 不管是小品数 大品数 中品数 其实不外乎有几个重点 这几个重点指的就是 我的装修呢肯定要好住 好收纳 然后呢好喜欢 好住子的就是 什么叫好住 好住当然是住得很舒服 好住的定义当然是 包含我的空间好用啊 包含我的动线啊 很舒服 不要 例如说有些人的洗衣机没有放在阳台的 他可能要晒个衣服就又要绕一圈 或者是他的阳台是设计在某一个房间才进得去 好 他就变成怎样 他就变成是他要经过那个房间 如果那个房间有家人在睡觉 他可能又觉得不太方便 所以好住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跟他的机能 跟他的弹性 跟他的动线是有关系的 那好收呢 好收当然就是收纳 因为现代人的东西蛮多的 尤其是 你又是有 像我有小孩的 就会觉得 哇东西实在是爆炸多嘛 好那好喜欢 当然指的是 毕竟我们还是喜欢我们的房子 的风格也好 它的空间规划也好 是你每天住的 都是很开心的 好所以我们有时候 我们发现有些人呢 他可能花了很多心思 花了很多钱 买了一个房子 可是却没有好好的设计他 导致于他怎么样 导致于他的空间 没有做到最优化 这就有点可惜 好 所以呢 我们来定义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好住 好收 好喜欢 好第一个好住呢 指的其实是动线跟弹性 好自有一点点反光 我放到这里来给大家看好了 好就是指的是他的动线 他的弹性 弹性指的说 有些人他的确他不见得有独立的书房 但是他可以怎么样 他可以有一个独立的 他可能有 像我有可能也用餐桌来当我的工作桌 所以他可能他使用上还是很方便的 那好收呢 当然就是收纳的量 量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顺手也很重要 有些时候你放的东西放到很 你都忘记在什么地方 其实他就失去了收纳的意义了 那第三个好喜欢 当然指的是 虽然是小瓶书 但我希望我的空间 视觉是放大的 然后又有个人的风格 所以我们指的好住 跟好好好好住跟好收 跟好喜欢指的 是这几个重点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分享八个设计 这八个设计的重点呢 其实都是为了要符合 好住好收好喜欢 第一个路就是我们的第一不败法则 这个是开放空间 然后呢空间可以有N倍放大 可以放大N倍 开放空间基本上是 小瓶书里面很重要的一点 原因是 我们的空间就不是太大了 所以如果呢你又隔得很压迫感的话 其实就会让它的空间看起来更小 对吧 就会让它的空间看起来更小 好可是你会发现 如果假设都是一个 最开放的当然就叫套房 对不对 好套房都没有隔间 就是套房 或是有些人 它的工作室都没有任何的隔间 可是这会有什么情况 就是如果真的 我想要有一点隐私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 没有这样子的机能 所以我要怎么样 就是开放式的空间 但是又可以让我的机能 是好的呢 好这可以怎么做 好我们来看几个案例好了 那我先分享一下 等一下我们看的这些照片里面呢 有一些是我的作品 好那当然以为有一些是什么 一些设计师的作品 所以如果是设计师的作品呢 我就会在上面标注它的来源 好所以可能是哪个设计公司 或是哪个设计师的作品 我会在我的照片上面 标示这个设计师的名字 或是它的公司的 设计公司的名字 好 好 所以你看得到 这一间其实是一个坪数 不是太大的小的两房 可是你看得到它的客厅呢 好它的客厅跟它的餐桌 还有它的厨房 其实是开放的 好它是开放的 那是种开放式的厨房呢 你会发现有一个重点 它有什么重点呢 好它的重点是什么 好我来看一下同学的留言 因为好我的助理很非常认真的在帮我做笔记 好帮我做笔记 好我们的字反了 对不起 字反了 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是用电脑 因为我本来是要用手机播的 但是我手机不知道为什么 永远都是狠的 所以我只能用电脑播 那原来我发现电脑播可以 字卡可以不要做反了 好所以大家 可是今天字真的不多 你刚刚的字大概看完了 那等一下针对八个要点 我也会附送它的重点给你们听 所以大家容忍一下它的字 那下次我们会提前测试看一下它到底画面怎么了 好所以呢 我们的照片你看得出来它其实空间是很开阔的 而且就是客厅进来之后 有个餐桌 餐桌警铃的就是开放式厨房 那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广告 那个广告其实是个非常有名的厨具的品牌 我就不帮它打广告 但是它第一个字叫音 第二个字叫花 好所以你要看到那个广告可能很多同学有看到 它在讲开放式厨房 开放式厨房呢通常会有两个困扰 第一个叫做收纳 另外一个叫什么 另外一个叫做油烟 对吧 所以现在的科技其实是很发达的 它可以做到它的收纳 它可以透过中导跟透过厨具的方式做到完整的收纳之外 它的油烟也可以透过很安静 但是很强力的出油烟机来做到它的没有油烟的这个效果 所以其实科技很好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当然我们等一下也会讲怎么样做到透明的隔间这件事 但是你会发现因为它频数不是很大 但是你进来的时候你的客餐厅够开阔 这件事情就会让你的空间感觉起来比较放大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案例 你看到大家这边是一个厨房 这边是一个餐桌 餐桌上面一个吊灯 这边两个房间 然后这边就是客厅 所以客餐厅跟厨房全部打开的好处就是它的空间非常开阔 那第二间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顶家的作品 顶家的作品 那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严格来说它只有一房一厅 严格来说它只有一房一厅 你看得到它其实是怎么样 它其实是一个客厅进来之后 然后一个书桌的区域 然后进去就是一个房间 那你会看到它的房间 其实是有一个滑门的 那个滑门呢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它可以把滑门拉起来 这个房间就隔开了 但是如果你滑门不开的话 其实它是直接看到最里面了 好 所以它某方面来说就是一个弹性的隔间 那这个房子的装潢 其实大概是将近九年十年了 将近十年了 应该超过十年了 好 所以那时候我们做的装潢就还没有那么进步 什么叫没有那么进步呢 第一个 你发现这么小的空间 其实它的地板不适合用这么深的颜色 你会发现日本很多小房子 它无印封 他们的地板其实喜欢浅色一点的 一样是靠近原木的颜色 但是他们喜欢浅色一点的 最近发现无印良品的家具 有没有发现它的颜色都偏浅 原因就是因为它看起来 除了比较 除了质感很好之外 它的空间又比较放大 好 那第二个就是它的灯 那时候我们早期装潢比较没有经验 我们不知道它的灯 其实是不需要都只是这种标准的砍灯 你其实可以让它的墙壁 它的打灯的方式是更有层次的 它的空间的质感就会更好 那你发现这一个案例 也是让你知道就是客厅跟 虽然它是个顶头夹盖 室内其实只有18瓶左右不到 大概16瓶到18瓶之间 但是它可以让空间很开阔 空间放大的 它的关键就是它的空间是比较开阔的 就是开放式的空间 好 所以第一个如果就是我们复习一下 就是怎么样用开阔的空间 开放式的空间 让它的空间可以有放大的效果 那第二个呢 虽然这是反的 但是我可以念给你们听 就是如果真的真的一定要隔间的话 那你就来一个伸缩的设计吧 怎么样叫做伸缩的设计 伸缩的设计指的就是 那个隔间墙本身可以是可格 然后也可以收起来的 好那这一个是一个日本的房子 那你发现日本人他们的 尤其是都会区其实也是寸土寸金嘛 所以他们房子相对都小小的 所以如果你有看全能住宅改造完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房间 其实房子都很小啊 但是他们的隔间也是会 透过一些效果 透过一些技巧 让它的空间感觉起来是 更有弹性 然后空间放大的 所以你发现很多时候 这种折门会用在什么情况 可能是用在一个核室 或用在一个书房 或者是可能会用在哪里 用在你的厨房 所以如果你想要它的 开放式厨房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折门收起来 或是你想要开放式的书房的时候 你可以把折门收起来 但是如果你想要隔起来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隔起来 这个就是一个折门的设计 很多小评数都会看到这样子的设计 所以我们等一下归纳出这八个 你会发现如果你这八个重点有抓到 你再去看所有装潢的书 你大概就融会贯通了 因为你看到不同的作品 其实有不同的风格 但是重点差不多就是这八个 所以刚刚说的第一个就是开放式的空间 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做隔间 就让它是可伸缩的 所以像这一间呢 你会发现它的客厅的后面是一个沙发 这是一个设计公司叫做玉子设计 那这个设计我觉得挺不错的 就是它后面其实是一个书房 但是这个书房跟这个客厅的空间呢 它其实也是透过折门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真的真的真的要把它隔起来的话 它又可以变成是这样 它是一个滑门的设计 有没有发现 它这样拉起来 其实它就是把它隔开了 所以隔开之后呢 它的客厅跟它的书房就 就是隔起来的空间 但是它又做一个雾面的毛玻璃 让它感觉起来空间还是穿透的 所以你会发现 它甚至下面还做了一个背板 这个背板也可以是 当成这个沙发本身的靠墙 因为很多人风水上 讲求沙发要有靠背嘛 当你有靠背的时候 它就觉得 以风水来说是比较靠山 所以很多人办公室也是喜欢 后面是靠墙的 不是后面是空的 所以你看你后面 可以同时是这个折门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滑门的设计 折门设计它可以把它拉起来 但是它同时间收起来的时候 它一样是开放式的空间 但是又有一个背墙 又有一个矮墙的设计 所以这个设计我也觉得很聪明 所以如果我是从 我的书桌的这个角度 看出去的话 看到我的客厅的话 其实是很开放的 很开放的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但是这个隔间本身又是可收纳的 又是可以折起来的 那另外一种呢 这个是一个我很欣赏的一个设计师 他叫做全博中设计师 我本身也给他咨询过 他是一个 他出过很多书 他也是一个名作家 这是其中他的一个作品 你会发现他的隔间是怎么样 他的隔间是透过拉连的方式 所以他的拉连打开其实是他的卧室 但是他拉起来的时候呢 他又是一个有隐私的空间 所以他除了像折门滑门 或者是像这种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拉连 其实也是 而且他是个落地的 而且是布的 千万不要做那种塑胶的卷连 我觉得他们太弄了 所以你也可以透过这种布连的方式 然后落地的方式来做一个简易的隔间 所以前面第一个呢 就是开放式空间 可以让你的空间感觉起来有放大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如果真的要隔间 就来做一个可收纳的 可伸缩的隔间设计 好 那第三个如果呢 这是反的 因为不好意思 这是反的 但是我会附送他 第三个如果呢 第三个要点就是穿透感 穿透感很重要 他用在很多的材料上面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要让他看起来是很轻的 你才不会让你的小空间看起来又更压迫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很多人的隔间呢 他不是做伸缩的 但是呢 他是用玻璃的方式做隔间 所以你看到很多小屏数 这是某一个设计公司叫做轻律设计 你会看到他的设计是怎样 他是透过 一样是 我们刚刚说 沙发后面有个矮墙 对不对 矮墙的上面的隔间墙 他这不是做 不是做 不能穿透的材质 他不是用木板隔间 也不是用砖墙隔间 而是他做一个玻璃 而这个玻璃呢 如果他真的需要 他真的需要隐私的话 他可以在房间里面 做一个卷帘 这个卷帘呢 可以把它拉下来 拉下来的时候 他就看不到 房间里面的人的隐私了 但是当他平常 平常 虽然隔间是隔起来的 但是他一样 有这个穿透感 所以发现很多设计公司 不管台湾日本 其实都有这样子的设计 就是他是用什么 他是用 有穿透性的材料 来做他的隔间 像这种也是啊 甚至他会做成 有些人做白色的框架 有些人做黑色框架 他看你的风格是什么 所以他也是一个 很聪明的设计 让他感觉起来 有隔间 但是他的空间 是有穿透性的 像这个也是 所以你看到他的 这一页 这个设计公司 叫做一页懒睹 我这些都不是 我都不是置入广告的 我就是真的觉得 他们这个设计 是很聪明的 所以我标示了 他们照片的来源 也给大家参考 那你看得到他们的 这是厨房 厨房跟餐桌 跟客厅中间的隔间 他就是用一个滑门 然后还可以做玻璃的方式 让他是有穿透感的 这也是很聪明的 那除了隔间 可以有穿透性之外呢 你会发现 像柜子的门 也可以做玻璃的滑门 那你就会觉得 这个柜子本身 不会那么的笨重 因为很多周 你会发现柜子很大 但是他的 压迫感是相对是重的 所以如果你房间 做了很大的柜子 房间又很小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有压迫感 那像这个也是一个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设计 这个设计是 到现在很流行 房间里面有个更衣室 但这个更衣室是没有门的 那更衣室叫做 Walking the Closet 这Walking走入式的更衣室 那他走入的更衣室 他是坐在他的床头 然后他做了一个 雾面的玻璃 所以他 不会觉得说 他的房间变小 然后一样 有一部分的穿透感 但是又不会觉得 那个更衣室很乱 对吧 如果做玻璃的话 可能会直接一进去 就觉得这个房间很乱 因为更衣室 觉得不会太整齐 所以这种 Walking the Closet 也是现在很流行的 那他是做一个玻璃 雾面玻璃的方式 来做他的隔间 所以是很聪明的 所以轻盈感很重要 穿透很重要 那这个呢 这个要给大家看的是 他的楼梯 你会发现 很多人说楼梯 如果你真的有 室内有楼梯 或是有夹层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人 会透过楼梯 来多做收纳 但是如果你的 把手 不是做这种铁的 或是等一下 你会看到像这种的 甚至是 他是用玻璃 或是用压克力 来做他的 把手的隔间 把手 就是楼梯的扶手 你就会觉得这样子 不管是铁的 或是像这种压克力 或是玻璃的扶手 你会觉得他 感觉起来 不会觉得 你不会觉得 那个楼梯很 很在位置 因为他有一定的穿透感 因为他是镂空的 所以很多人 在房子里面 做隔板 也是希望他 有一部分的穿透心 所以像这个也是一个 这是一个国外的作品 所以会看到 他的楼梯也好 他的扶手也好 但是你要怎么样 又善用这个楼梯的空间 可以做收纳 所以你可能在下面 一样可以做柜子 做柜子 那甚至等一下 我也给你看 有些人他在 那个楼梯下面 他是做一个书说 书说的利用 所以他就比较不会 那么浪费空间 好 那这个是一个 夹层的房子 他的设计公司 叫做共生设计 那你看到他 甚至他夹层的隔间墙 他就用一个玻璃 所以他如果上面 在做一个卷帘的话 他一样可以把它收下来 但是如果他想要 他的采光好一点的时候 或是他想要 他穿透性好一点的时候 他也可以 把卷帘收上去 那卷帘你也可以 甚至是用遮光卷帘 就是现在很有型的 叫斑马帘 他也是一个 很有质感的一个设计 所以这个就是 穿透感的部分 好 那我们第四个入我呢 第四个不败的法则 就是柜子 如果你的坪书很小的话 就尽量不要坐满 然后呢 我们希望他的空间 是很大的空间 可以收纳之外 我甚至最希望的是 我很好收纳 很顺手 很顺手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所以例如说 你会发现很多小坪书 他的柜子呢 他就会搭配 有门片跟没有门片 然后呢 还有有些是有夹层 不是假层 有些是用层板的方式来收纳 那他就很少是天做到地的 所以你看他这一个 这一个是一个叫做生育 生餐设计的设计公司 他们的作品 你发现他连电视柜 他都会选空 然后他做到天花板 他也没有做到 他上面的这个层板呢 这个开放式的架数 的收纳架 他甚至也没有做到天花板 是他希望他不要由天做到地 因为他这样看起来会让他的柜子 感觉比较轻盈 好 所以真的是柜子的部分 你会发现他们大部分 比较不会做到满 因为做到满的话 会让着空间感觉更压迫 所以像这个电视柜也是 所以包含他上面这里 也会留一个空间之外 那甚至他会透过一些颜色的搭配 让他感觉起来不会那么的重 不会那么的重 所以像这个也是 你看他电视柜就是一场排 然后甚至呢 他下面也会做一些镂空的设计 然后后面的这个书架呢 全部都是没有门片的 没有门片的好处就是 当然你会说会不会比较难插 现在有一些收纳 有一些 就是抹布 它是静电的那一种 它其实也是蛮好 蛮好插回程的 但是开放式书架 有的最大好处就是 他感觉起来 比较没有那么的压迫 所以这个也是 他们尽量不会把它做到满 然后不会全部都做门片 他通常会部分做门片 部分做假做成板 然后部分是所有开放式的 这样比较不会那么压迫 那第五个入尔呢 第五个入尔是什么 第五个入尔就是 双面 用双面柜来当隔间 这个至少可以省下60公分 什么意思 举例来说呢 我们来看这一个房子好了 这个房子是我们以前 买过的一个房子 但是这个装房 其实是建商做的 你会发现呢 这个房间呢 它其实是一个小书房 但是这个书房的后面呢 其实是另外一个主卧房 但它中间呢 并不是用墙来做隔间 而是透过一个双面的柜子 这个柜子什么叫双面柜 就是它的柜子呢 从天做到地 从天做到地 但是呢 它怎么样 但是呢 它是一部分 这边可以做收纳 它可以打开 它是用按门的方式 你压了之后 门会打开 它是可以做收纳的 但另外一部分呢 另外一间呢 它就是什么 就是这一个主卧的衣柜 所以它是同样一个柜子哦 同样一个柜子 但是它部分开主卧这里 部分开刚刚那个书房 这样至少可以省下60公分的厚度 厚度啊 不是只有省60公分 是省60公分的厚度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那两个房间之间 如果我要做一般的墙的话 一般的墙至少10公分嘛 就12公分 会有人多到15公分 大概到12公分 10到12公分 那如果我的 刚刚那个书房 要做一个收纳柜 至少要40公分 然后这个衣柜呢 又要在60公分 所以这样加起来 就差不多120了 但我现在只要 用这个60公分的衣柜 然后呢 我把它当成隔间 然后部分开这里当衣柜 另外一部分开那里当收纳柜 60公分的厚度 就可以解决了 两间房间的收纳 也解决了它的隔间 那很多同学说 老师那装面柜不是 隔音比较不好吗 现在很多木工 也会在中间夹隔音棉 所以如果你有 真的很在意隔音问题的话 你可以跟你的木工 说你要你的需求 它会帮你设计一下 所以这你会发现很多的 像这一间是样品屋 这个样品屋 这一个 但是我觉得它的颜色太深了 感觉起来 会让空间感觉比较小 但是你会发现 它的这一个后面 沙发后面的这个柜子 它虽然这边做了一个展示的空间 展示的一个挖 挖镂空的设计 但它背面其实是另外一个房间的主卧 另外一个房间的衣柜的收纳 所以它也是用 它的双面柜来取代 客厅跟房间之间的隔间墙 所以双面柜你会发现 很多样品屋都会用 尤其是小屏树 所以它也是一个很好用的设计 好 然后再来呢 同学很认真 同学很认真在看我们的直播 我们的第六个 第六个呢 第六个重点就是 量身打造你的家具 这个意思是指说 如果你的空间不是太大 请你不要放很厚的 很大的沙发 虽然很大的沙发 就是做起来很爽 但是呢 甚至很高倍的沙发 因为你会让你的空间感觉起来 虽然放进去了 但是你会感觉空间很紧 甚至我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它是比较低矮一点的 让你的空间感觉穿透性比较好 而且呢 请你记得 在你入家具家电之前 千万不要在你装潢之前 就把家具买好 最好是在装潢完之后呢 你要入家具家电之前呢 你把你想要买的家具家电的尺寸 写在你的笔记本 然后你去现场呢 用纸胶带先贴在地上 这个动作呢叫做放样 放样 放样 就是放心的放样本的样 就是放样的目的是 我要确定我的东西真的进来之后 它会占独大的空间 那我的走路好不好走啊 会不会感觉空间拥挤 这个动作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小评书来说 所以呢 我们刚刚说 像这种设计 这个是某一个网站上面我找到的 它是一个 你会发现很多小评书 你看到很多的 很多的设计师 他会用这种旋转的电视墙 对吧 所以他如果真的想要 转过去另外一个房间看 其实他也很有弹性 那而且他本身不是做到很满的柜子 所以你感觉起来 他的空间感也是很穿透 他是透过这种格材的设计 来做他的格件 所以这也是一种 很有弹性的一种做法 所以你也可以把 你的电视柜做成是旋转的 那很多人呢 小评书他就不见得要放大茶几 所以像例如说有些人就可以用这种编桌 编桌一样可以取代茶几的效果 茶几的功能 但是他可以让他的空间 甚至他可以收到这个椅子的旁边 收到上去 就收到靠他的里面 所以他感觉起来也比较不占空间 现在很多上面是你Google 你也找得到这个产品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是 某一个生活世纪的网站上面找到的 很多这种编桌的设计 或是像这种子母桌 子母桌现在很流行 就是一个茶几的面积 但是他可以分成两个桌子用 所以这种子母桌 这一款我也觉得很有设计感 也是很北欧风的一个 那像这种 像仪提亚也有很多的编桌 他是做成子母桌 所以他可以全部都收进去 你看他这三个桌子 他可以全部都收进去 但是他全部拉开来 他是三个独立的桌子可以用 所以他可以是三个编桌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很好收纳的一个 很明明的家具 但是他又很好用 因为三个都拉开 其实也很大 那像这种也是一个托盘的设计 但是他又可以做成编桌的功能 这个也是IKEA的 那我们刚刚讲说 家具很明明这件事情 有些人的房间真的太小 他可能就会透过 他可能就会透过木工的方式并坐 所以他的床 他的衣柜 他的书桌 我可能就会都请木工 帮他订做 那这种房间通常可能 还甚至会搭配的是滑门 因为他如果又要是一半的房间门 可能就会感觉 他的空间会更难使用 所以你可能会透过木工 订做的方式 让你的床 你的书桌 你的衣柜 相对来说是两身定做的 对 同学做了一个笔记说放样 放样真的很重要 非常重要 甚至有些人的 这个是一个设计公司叫23 跟我们公司123 刚好重复了 开玩笑 这一年发现他的书桌也好 他的床 他的衣柜也都是用定做的 而且通常这种定做的 除了房门 会做滑门之外 他的衣柜也通常会做滑门 因为他这样的确 比较不会有空间上面的浪费 那有些人呢 他不想要花大钱 做木工的定做的家具 因为大家知道要定做床 定做衣柜 定做我的书桌 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贵的 因为木工是比较贵的嘛 所以有些人他可能去买现成的 但是他一样透过 这些你现在看到的 所有的都是IKEA 所以包含这一个 开放式的衣柜 他也是IKEA的 然后呢 这个床也是IKEA的 然后这个 像是承板架 但是他承板架呢 定在这里 他可以当成是一个书桌使用 所以如果他想要当成化妆桌的话 他可以坐在床边 他也可以化妆 这就是比较便宜的版本 但是他一样是 迷你的size的家具 因为这个房间也是很小 好 那有些人呢 他甚至就不要坐床架了 所以他可能 他的房间呢 可能就垫高5公分 然后呢 上面就只要放床垫 好像我才是 就是放床垫就好 所以就让他的床呢 感觉起来也比较不会占空间 这也是一个很聪明的设计 这是一个民宿的设计 我找到这个样本 然后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 所以可以用床架 就是你的房间 架高5公分 好 架高5公分 其实就没有办法收纳了 这张印的不好 这张印的不好 这张主要要给大家看的是什么 他的图应该是变印的时候 颜色跑掉了 这张其实是要给大家看一个IKEA的沙发 那个沙发的椅垫呢 它是可以收纳的 所以你把它打开之后里面可以放东西 我家用的就是这一款 所以我觉得也蛮方便的 就是家具又可以兼收纳 那最常用的家具可以收纳的就是仙床的嘛 所以很多人的套房可能就会放仙床 那这个仙床它的弹簧的设计就很重要 已经也是要兼顾安全了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是一个可以让你的家具可以收纳的方式 那像这种茶几也是 这也是IKEA的茶几 这也是 这个茶几呢 你把它打开里面可以放一些抱枕 放一些书啊 放一些你可能会在客厅收纳的东西 这个也是 那它的确是比较大一点 但是它又兼顾了收纳的功能 那另外呢 我想特别跟大家分享几种 家具它也是很迷你 但是它也可以放大 就是呢 像这种延长的餐桌 你会发现呢 同一款餐桌 它可以是八个人做 它也可以是六个人做 因为它是可伸缩的 这种的可延长的餐桌设计 在小屏数也很适合 好 那像这种也是 这个也是你网路上找得到的设计 就是你平常可以把它收起来 收起来的时候 它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下面这个小小的 它有轮子的 所以它可以推来推去 但是你把它打开之后 它就是一个餐桌了 现在有很多现成的家具 可以做到这么弹性 我也觉得设计蛮不错 这个是我家也有买一个 我是把它当成书桌用 然后这个呢 这种是以层板 但是你把它当成是书桌 所以跟刚刚那个油抽屉的有点像 只是它其实可以把它收成平的 它下面这个拿下来 其实它就收成平的了 也是不错 那这种呢 这个是一个小孩的房 小孩房的一个 很上有名的一个国外的系统家具 你会发现呢 它除了上下铺之外呢 它下面这个下铺 还可以拉出来 又可以多一个床 所以你可以想象室内只有一瓶 可是呢 就可以放下三张床 就是像这样的设计 上下铺之外 这边还可以拉出来 又是一个子母床 所以这个我也觉得是一个 小坪书里面很多人会用的一个设计 那像很多人的房间 它可能它不只电高五公分 它会电高更高 甚至到二十五公分 就是为了它下面要做收纳 那甚至像这个床也是 它可以坐在这个电高的空间里面 它可以把它整个推进去 就是一个抽屉的概念 但拉出来的时候又是一个床 那这个台湾比较少人做 但是国外其实很多作品是这样 那你会发现呢 这些床号里面如果是有床的 你会看到它的床具 绝对是跳过的 它的床具绝对是跳过的 就是它的寝具 它的床单 你想像这个床单 多棒看市场买的 这个格局就漏掉了 这个风格就漏掉了 所以其实装修当然花很多钱 但是布置也很重要 那这是我们刚刚说 家具运营之外呢 如果可以有弹性的话最好 所以像这种餐桌 你可能又可以兼当你的工作桌 这是我上一间房子 所以你可能后面放个书架 你这个空间又可以当餐桌 又可以当工作桌 如果像我家现在有一个吧台 它也可以在这里工作 所以很多人可能 就会希望它除了一个公用之外 它可以有两个功能 所以像这种的椅凳也是 它也可以拿来当边桌使用 或是还可以当成穿鞋的凳子 或像这种也是 很多人会拿它来当成边桌使用 那这一款是我很爱的 这一款是一个IKEA的餐车 可是你可以 也是可以滑来滑去 然后可以做收纳 然后也是很适合用来放 还没有干的碗盘 我觉得这一款 我自己用过很多次 我就把很多房子 我就会买这一款 好 那我们刚刚前面看了六个重点 我们还有两个重点 第七个重点呢 就是你可能会跟天地 强破空间 很多人的天花板 也就是个收纳 可是我常常想说 你放在天花板呢 可能你都忘记 你放了什么东西 所以我常说呢 空间很重要 但是好收 好拿 好记得 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所以像例如说我家 我家有些两个地方 我也会做收纳 所以例如说下面这边 是天花板比较矮的 我这边上面这边 我就把它抓齐 所以我可能在 橱柜的上面 我也可以再多做一些柜子 可以放一些 比较少用的碗盘 所以这个就是跟天花板 偷空间 那有些人跟地板 偷空间 就是把这空间架高 所以发现很多小坪树 它会有架高的空间 下面这边就可以做收纳 有些做抽屁很深 那一样是有滑轨的 一样是有蚊子的 就可以收很多东西 像这个也是 你把床架高之后 下面就可以有收纳 那你也不用买床架了 就把床垫放上去就好了 那甚至有些人是 透过卧榻的方式 或是像这个电视柜 电视墙 你把它 把它壁挂在墙上 它也比较少空间 所以这是一个设计公司 叫做女卒空间设计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小坪树 我觉得很聪明的一个设计 那这一个是我们某一个房子 我们就是在墙上多订了一些成板 然后多订了一些柜子 它一样可以当收纳跟展示用 但是它又不会太占空间 然后因为它没有坐满 所以它又不会觉得太压迫 所以你布置一下 你会觉得它颜色感觉蛮缤纷的 那有些人如果你有养猫的人 就会很喜欢这种 因为你的猫咪可以躲在你面 然后它又可以在上面散步 所以很多人做成板是为了宠物的需求 那跟墙上透空间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就是你可以用IKEA的洞洞板 它其实就可以做到很多的收纳 所以我家的书房也有一个洞洞板 我觉得是很聪明的 然后像有一些家具 你也是像例如说这一个好了 你也是透过成板的方式来做你的书桌 所以这个也是 就是我怎样不要浪费太多的空间 但是它又可以跟墙面偷一点空间 然后来当成我的书桌也好 当成我的收纳也好 那这是我一个朋友 他家的门片上面 他家的鞋棍的门片上面就涂了黑板漆 所以他小孩就可以在这里画画 我觉得很聪明 我把他的名字遮掉了 他的小孩在上面画画 所以我觉得这里是一个算是我们刚刚说跟天地墙透空间吗 它也是跟门片拨偷了一个功能 就是你把它漆成黑板漆 小孩就可以在这里画画 我觉得很棒 或者说像这种橙板的设计啊 或甚至有一些画像这个IKEA的画 我家有一个 然后我用来夹发票 跟夹一些单据 它也是跟墙上透空间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刚刚说楼梯间下面可以做收纳 像这一间就是他把它做收纳之外 他又放了一个书桌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楼梯甚至它上面一样是做柵欄的 隔柵的方式 所以他不会觉得它太压迫 可是它又可以有收纳的设计 所以这个也是跟天地墙透空间 这个就几字了 国外的楼梯下面就做了很多的层材 那这个也是他在楼梯间下面做了一个书桌 所以我们这样快速的看过一些图片 但是呢其实你会发现重点其实都差不多 就是我要怎样拖 善用一些空间经营的设计 像这个设计呢我就觉得蛮值得提的 很多台湾人会做 就是呢你通过凸窗的方式 但是凸窗的下面呢可以做收纳 这其实是不好的 因为其实凸窗这个设计其实是违建 但很多人呢就会善用那个空间下面 可以帮一些民生用品的收纳 那你会发现很多的家具都是利用角落来做收纳 或者来做一些衣柜的设计 所以像这个也是 它是一个系统的 是一个现成的家具 但是呢它就一样是善用了角落的空间 然后像这种的小这个图片坏掉了 你来看到这种就是很扁的一个收纳的 你可以把它放在厨房也好 你可以放在你的浴室也好 其实也蛮方便的 好那第八个呢倒数了最后一个 就是减少你的回旋的空间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像你的门呢 可能就会用这种滑门 而不是用一般房间打开的方式 因为它就会再浪费了一个门回旋的空间 或是有些人的衣柜呢 它不止不做两开的门 它不止不做对开的门 它甚至是用像这种就是布脸的方式 来当成它的隔间 当成它的门片 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人的设计 然后像这种也是 我除了我的书桌不要放在正中间之外 我可以善用这个墙边的空间 我可以做一个开放式的书桌 然后在上面可以再做一些成板 这些都是很聪明的设计 所以你发现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些东西里面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装修我的现在目前自住的房子的时候 其实我有一个笔记本 你看到这个笔记本 然后写新加S 就是我里面有针对我每个空间怎么样去优化 我在想说我要怎么做 所以包含说我的空间 例如说我的落地窗啊 要是什么颜色的啊 你可以看到我 这是我那时候做的笔记 哎呦 这个笔记本快要散掉了 那你看到我里面写密码嘛 包含我的柜子 要怎么个隔间 就是我要怎么分几格 什么之类的 这个这个的用意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虽然设计师可以帮你设计 但是呢最终要住在里面的人是你自己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装潢很重要 是要当自己的设计师 而且重点是 想办法去优化你的空间设计 我们频数不见得大 但是呢我们可以让我们每个空间是好用的 然后我们刚说好住 好收 好喜欢 就很重要 那还有一个东西是小坪树很多人会舍不得的叫做断舍离 因为毕竟太多东西真的会收纳不下 所以呢很多人会把房子都塞满了很多的柜子 以为说这样就是很够很够收纳 可是反而会让你的居住空间变得很狭小 然后很压迫 好所以呢我们刚分享的这八个重点呢 我们我们的助教会明天会写笔记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的分享 重点的笔记 但是呢我们刚前面有提到说你留到最后的同学呢 会有一个礼物对吧 好所以你看到这里先不要离开 我们要送给同学一个礼物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想要调查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时间看直播 对你们来说是最喜欢的 有些人可能喜欢下午来直播 有些人喜欢晚上 可能是十点以后或九点以后 有些人喜欢中午来直播 所以呢我们想说呢来做一个调查 那个调查是什么呢 我来想一下我来请我们的小编呢 下礼拜一来做一个投票的功能好了 好所以你可以来票选你觉得最想要看直播的时间 然后呢留言你为什么想要这个时间看直播 例如说中午休息刚好吃便当可以看直播 所以你想要在中午或是我想要在晚上十遍因为小孩都睡了比较方便 所以留言那我们想要送同学一个礼物好就是如果你下礼拜一你参加这个抽奖的话 那我们送给同学什么礼物呢 我们在十二月份呢有一个实体课 那个实体课呢是一个买房买房买物需求跟策略的实作 这个实体课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对外招生的 我们只有给我们上实战班的同学才可以上 我们没有单独销售这个课程 也没有开放单独你的报名 但是我想说要让一个参加这个投票的同学 他有机会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上这个实体课 那我们小编呢下礼拜一开这个活动 就是票选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不会讲说是要抽奖 所以如果你有看直播的同学你就会知道 下礼拜一要来投票 然后你可以有机会抽到这个礼物 但如果你没有看到最后的人 你也不知道那个活动是在干嘛 所以这就是鼓励也谢谢同学看到我们直播的最后 然后送给同学这个彩蛋 好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直播的话 我们下一场直播就是十二月的十二号 那这一次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不一样的主题 资格买房比较有关的 所以十二月十二号 我目前还是暂定晚上的时间 那如果假设投票出来大家有别的时间 我们就会跟大家在下一个月 可能一月或二月 我们可能就会改不同的时段 那下次我直播就是十二月的二十二号 同学可以把时间留下来 那如果呢你喜欢我们今天的直播的内容 也觉得我们的分享很有价值的话 请你们帮我们按一个赞 然后呢也可以帮我们分享 这一个直播的影片 可以给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 好那今天呢 我虽然比较晚开始 但是我们也讲了大概四十五分钟 所以呢 好我下次要再控制一下时间 那也谢谢唐玄呢 参与我们今天的直播 好那我们下一次的直播见 好大家晚安 拜拜